爸呀 爸 能看着我吗 我现在就在组团上车碗的后台呢 你看你当姑娘我 依旧穿着这身保安服 帅不帅 对 爸 这次吧 我是代表保安过来参加的这个节目 同时吧 这里边还有很多行业的佼佼者 对了 你让我二股五把鞭炮准备好 只要我们的节目一出现在电视上 你就把那小鞭炮的都给我放起来 奥帕 是时候表演 真正的技术 先帮我们绳绳节目 奥帕 大家好 我们是东北拉贝 伸手 哎呀 这想给我爸摔的 爸呀 这个是那个隔壁组选手的节目啊 回家我再跟你说啊 干啥呢 啊 干啥呢 都给我站起来 不 你倒是站起来呀 不是 你们谁有多发发手 给我拉起来呗 哎呀 哎 太怕了 我们仨一个个一天栽冷的啊 大家 一说一哼哼 一说一哼哼一天 还多长时间了 一个礼拜了吧 那怎么一到这就追 一到这就卡呢 我觉得我们俩没有问题啊 那有问题的是 啥意思啊 赖我底盘着大给你俩甩飞了 你俩咋不说自己重心不稳 给自己挣丢了呢 哎 你怎么推些责任呢 本来就是你 哎呀 能不能别吵吵了 我刚跟我爸吹完牛 我还在那巴巴的刚才惊醒期待呢 我没想到你们几个是真把这节目给我往死了里整啊 要不也别叫东美拉妹了行不行啊 我现在瞅你们三哈 这一堆一块的我都想哭着 哭啥呀 别着急 在婴儿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是睡一觉 姐姐不了的 快 睡吧 你不起来 睡什么我使用心脏那么大呢 回去给我站好了 我怎么能选你当这个副队长呢啊 我跟你们说啊 咱们这个团队现在出现非常多的问题 自己都好好想想问题出现在哪 很明显的 你的眼光有问题 我有问题 你说咱们好不容易组个女团 那形象身材啥的 是不是得像我这样卡卡的 结果现在这队形呢啊 那个月嫂我就忍了 那个大地杠是格纳逃荡来的 别跟我面前吹 哎哎哎哎哎 找找这啊 你找找这啊 行了 行了 能不能别吵吵我求求你们行不行 能不能提点建设性的问题 作为队长我先说啊 首先排练不认真 为什么 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觉得队长有问题 哎 我有问题 哎 社交 看没消费 两个白眼狼 嗯啊 我有问题 没关系啊 我这个人呢 平时一直提倡民主 现在呢 既然有两个人 对我的身份有疑异 那你们可以重新竞选队长 现在 同意重新竞选队长的 站那头 你过来 哎 出来 出来 啊 你都副队长了 你过去干好啊 不行 我行 我再搏一下 你走吧 你走了 你就再也别回来 行 都想等队长 是不是 来 你们仨告诉告诉我 你们有什么资格 当这个队长 我先来 我认为这个队长 应该由我们的 服务员来当 因为我们的态度 最甜美 每一次 当尊贵的来宾 到我们这儿用餐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我的真心 换你的笑容 每次 当尊贵的来宾 结束用餐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 百里鸟般的嗓音 跟他们说上一句 欢迎下次光临 回家 行了 这个队长啊 还得是我们厨师来当 为什么 你看呢 我们每天在后厨 跟那些锅碗瓢盆在一起 那就是美妙的厨房交响乐呀 厨房交响乐 东斯大斯东斯大斯 起锅倒点油 碗里要把牛肉留 马上就要过大年 菜里别忘放点盐 第二天我起来了 起锅倒点油 碗里要把牛肉留 反正就要过大年 能不能换一句 走菜 好嘞 回来 好嘞 好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